大家好 歡迎來到邱明傑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小邱 觀看我的影片 讓我們一起騎著腳踏車 看到更寬更廣的世界 我們歡迎特別來賓 大家的小洋哥 楊鴻鳴 大家好小洋哥 我沒有碰面啊 我們現在 人在屏東萬聯的西方道場 我們今天要騎北大五登山口 佳坪上 那我們就出發吧 喜愛單車熱愛單車沒有單車就吃不下飯 就睡不著覺 甚至就會活不下去的單車吃單車狂 各位車迷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快搞好 南部的車友們 你們的敲碗聲 我聽到了 我這一陣子一來 每天對小洋哥 魯曉曉 千拜託 萬拜託 三吹 四寢 三顧 茅如 求爺爺 告奶奶 求求小洋哥 一定要來南部車友心目中的聖山 北大五山 騎腳踏車 小洋哥 經不起我的溫情公事 終於出現在屏東騎往北大五山的路上 北大五加坪上 Strava路段 北大五 橫線 嘉平 12.88公里 平均坡度5.6% 現任Strava登山網 洪坤洪前北 35分22秒 平均速度21.9km per hour 屏東嘉平村的代表 是個手掌心的雕像 是個手掌心的雕像 原來嘉平部落的排灣宇 Cabian 是指手掌心 是因為之前他們所住的舊部落很平坦 就像手掌心那樣平 因而命名 北大五 是南部車友很喜歡騎的路線 天氣好的假日 這邊可以說是門庭落市 南部有很多車友喜歡來北大五騎腳踏車 這邊的路車少空氣好 有爬升有挑戰性 北大五嘉平上可以騎多快 就是南部車友衡量自身爬坡能力最好的指標 北大五 總共有四條路可以上北大五 四近北大五 嘉平上 五壇上 這都算是北大五前三 來義附近的嘉心部落 那邊有兩條路可以上北大五 當地人稱大後上 那邊算是北大五後三 四近北大五 有屬嘉平上北大五最經典 最多高手騎過 這也是今天小羊哥要騎的路線 這是小羊哥第二次騎北大五嘉平上的路線 因為平常小羊哥住在北部 很少有機會到南部騎腳踏車 我這次不斷地祈求小羊哥 才把小羊哥騎引到屏東騎腳踏車 在此之前 網路上就有很多北大五嘉平上的影片 其中就屬季勝陽前輩拍的北大五 最經典 最精彩 以當時的時空背景 硬體資源 軟體資源 季勝陽前輩的北大五影片實屬 礦式俱作 現在我們有更好的硬體資源 軟體資源 希望可以拍出更好的北大五影片 娛樂大家 畫面的右邊是Strava Live Segment 即時資訊 這台手機是架在摩托車上 跟在小羊哥後面 然後開手機螢幕錄影錄製 讓大家方便了解現在小羊哥跟虛擬對手 領先或落後多少 我們選了兩位車友當虛擬對手 右邊那位是北大五字門 現任Strava登山王 洪坤洪前輩 35分22秒 中間那位 雖然是我的頭像 可是就是代表現在小羊哥的相對位置 左邊那位 是我這位鄉民 加平上北大五字門最快的那次記錄 42分23秒 這麼天才的想法 不是我想的 是小羊哥想出來的 小羊哥指導我這個方法 我負責實作 看起來效果不錯 可以讓你們即時知道 小羊哥領先或落後 洪坤洪前輩多少 可是這麼做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你們也同時可以看到 我這位鄉民 是如何被小羊哥海放到天涯海角 我這位鄉民 心裡陰影面積會超級大 晚上會做噩夢 不過沒事情 為了藝術 為了娛樂你們 我可以犧牲 來說說我跟小羊哥是如何認識的 我喜歡小羊哥很久了 有一天鼓起勇氣 我主動加了小羊哥FB好友 沒想到小羊哥很快就同意我的交友請求 可見小羊哥也喜歡我很久了 我們只是彼此心照不宣 可是我們也僅止於網友關係 有一天小羊哥透過我FB的動態消息 得知我仍在台東旅行 小羊哥當時仍也在台東 小羊哥主動約我在台東騎腳踏車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赴約 我們那天騎台東經典路線 台23加東23 小羊哥整路頂峰夠貴我 吸在小羊哥屁股後面 眼睛突然霧霧的 不是因為近視也不是因為老花 更不是因為白內障 是因為吸趴小羊哥真的超級累 超級喘 在我迷蒙的雙眼中 看到小羊哥騎腳踏車帥氣的背影 那個騎車張力 那幅美麗的畫面 我戀愛了 我覺得我有那個社會責任 要把這幅美麗的畫面 帶給全台灣的車友看 讓大家平常就可以 一邊看著小羊哥 一邊尿 尿訓練台啦 所以我買了 Insta360最新的運動相機 A10 Pro 錄影規格 4K 3840x2160 60Hz 這種Picture Quality 這種影像品質 啊 強烈建議一定要用4K的電視看 小羊哥 才能有最好的 一邊看一邊尿的沉浸式體驗 尿訓練台啦 附帶一提 我以前的工作是做電視相關產業的 所以我對影像品質也是略懂略懂 為什麼我以前會做電視 因為我 上輩子做壞事 這輩子做電視 再說說我跟小羊哥之間的緣分 我們在台東騎腳踏車之前 還有一次碰面的機會 有一天 我自己去騎武嶺 我很早就從地理中心碑出發 到了武嶺 起了超大霧 整路大蒙 台語起霧的意思 好不容易騎到武嶺後 趕快整裝下滑 武嶺下滑昆陽段 霧超級濃 濃到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那種 又冷霧又大 正當我小心下滑時 眼前突然出現一位車友 逆向騎腳踏車 我差一點撞到他 這位車友就是小羊哥 這是我跟小羊哥第一次見面 我們兩位差一點撞在一起 我絕對沒有指責小羊哥 逆向騎腳踏車的意思 這幾年台灣車壇流行打針 什麼是打針 就是打預防針的意思 其中最經典的打針梗 沒騎車了就是小羊哥發明的 小羊哥引領了流行 這個梗是怎麼來的 這個故事起源是2021年10月 所舉辦的東進武嶺比賽 在比賽前 小羊哥所屬的車隊都會貼出海報 海報上印有FTL參賽隊員的slogan 永不放棄之類的激勵話語 小羊哥的slogan是 沒騎車了 我當時心想 既然您都沒騎車了 幹嘛還要參加東進武嶺 結果真正比賽時 小羊哥既今世作 拿到了東進武嶺總排名第五名 震驚了台灣車壇 大家紛紛詢問小羊哥 阿您不是沒騎車了 原來這就是打預防針的最高境界 小羊哥說 大家都誤會他的意思了 他特別要我幫他跟大家解釋清楚 小羊哥跟我講了一堆 沒騎車了的真正含義 其實我聽不懂 大概就是手中無見 心中有見 嘴裡說沒騎車了 私底下一直騎腳踏車 他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這次我們有準備 Rode Wireless Meet 頂級無線麥克風 有別在小羊哥的脖子附近 要錄製小羊哥的喘氣聲 讓我們來聽看看小羊哥的喘氣聲 我們先聽二十秒就好 一投像 有時候啊 有時候 開玩笑 也要聊好 有時候 好听吗 我觉得很好听 因为我平常跟小杨哥骑脚踏车时 根本不可能听到小杨哥的喘气声 因为小杨哥还没开始喘气时 我就放掉了 再次强调 我是放掉 不是开掉 现在才开始骑十分钟 还不到很喘 我们等到赛程后半段再来听看看 那时候的喘气声应该会更大声 现在的战况有点焦灼 此时领先红坤红前辈约三十秒 红坤红前辈在后面追很凶 一直死咬不放 无法拉开 红坤红前辈也是我很喜欢的偶像车手 毕竟我的外号是美农红坤红 坤红前辈 借我蹭一下 我跟坤红前辈一起骑过延山公路 我亲眼见识到他表演过瞬间移动的绝招 从那次之后 我再也不敢说我自己会瞬间移动 北大武之门加评上Strava排名的故事大概是这样 以前的前辈们这段路的极限大概是37分 有一位日本车友 Naoto Saita 柴田职人 在2019年10月时来台湾旅游 他就顺道来骑一趟北大武之门 可能只是顺顺骑 就骑出36分28瓦 平均功率303瓦 当了北大武之门加评上的Strava路段登山王 震惊了台湾车坛 然后这个记录高悬了很久 两年多后2022年1月9日 洪坤红前辈觉得他有那么一点点社会责任 要来骑看看北大武之门加评上 于是洪坤红前辈当天就约了北大武巡山园 黄小张前辈 我们的左手哥一起来骑这段路 当天洪坤红前辈让左手哥先出发30秒 结果还没到泰武消防队 洪坤红前辈就追到左手哥 我们的左手哥心理阴影面积好像很大 那天洪坤红前辈顺利刷新北大武之门的记录 35分22秒 只是他的脚踏车上没有装功率计 没有功率数字可以参考 自从我跟小杨哥合作的鱼艺老影片大获成功之后 我就想约小杨哥来骑北大武之门 没想到小杨哥自己本来就想来骑北大武之门 只是他是安排二月过年假期时来骑 可是我二月要去泰国骑脚踏车 时间对不到 我拜托小杨哥改日骑 小杨哥也答应我 只是北大武之门35分真的太硬 小杨哥之前都没骑过这段路 第一次骑就想骑35分 阿婆 生儿子 吃拼 我跟小杨哥说 要不要我先够跪他 带小杨哥慢慢骑一次认识路 小杨哥说不用 他有在YouTube看过 季盛阳前辈的北大武之门的影片 大概知道路长什么样子 小杨哥也真的是鬼才 看影片就知道路的样子了 可是说实在 我们都没有信心 北大武之门可以骑近35分 管他的 先约好2024年11月2号拍片 并且签下保密协议 如果骑不近35分 那就不不啊丁来 当作没这回事 下次再来 在2023年12月28日早上8点 小杨哥来讯息 第一句话就跟我说 坏消息 他胖了两公斤 我赶快想了一些话语 来安慰小杨哥 没事情啦 也许只是水肿而已 然后小杨哥马上回船 应该是没事情了 小杨哥前一天 自己南下屏东一趟 其北大武之门家屏上 小杨哥好奇 是不是跟他预估的差不多 所以特别去验证一下 结果2023年12月27号那天 北大武之门家屏上 小杨哥骑了34分45秒 What the FXSK 他那天的骑程Strava上 没有设公开 那就赶快啦 拍片啦 小杨哥说 这段路爬升跟距离 跟北113到东衍山收费站差不多 小杨哥在那段也是骑34分多 想说误差不会差太多 所以其实拍片这天 我们就蛮有把握 可以骑到34分开头了 只是我还是有点怀疑 因为拍片这天 小杨哥早上6点 才从北部开车到屏东 开了三个多小时的汽车 一下车 没有养精蓄力 休息一下 就要直接拷累 我其实有点担心 小杨哥会拷不动 没想到小杨哥果然是 大家的小杨哥 拷起来 我今天其实还有安排一个企划案 就是请湘明骑电斧车刷卡小杨哥 我请陈文宜学长骑电斧车 跟在我们后面 电斧车电力开到最强 然后终点前200公尺再出现 剪尾刀 挂举案外 抽爆小杨哥 杀个小杨哥 措手不及 结果我们 大家的陈文宜学长 一开赛200公尺 踩200公尺而已哦 根本还没开始爬坡哦 还在前面平路段而已哦 大家的陈文宜学长就开掉了 或是就放掉了 随便啦 太夸张了 他说他电斧车的电力 已经开到最强了 还是追不到 爬坡后电力持续开到最强 还是追不到大家的小杨哥 到底是电斧车电力太弱 还是人太弱 下次换我来骑电斧车看看啦 突然想到一个企划案 反正我们现在有Strava Live Second们帮忙 下次我自己骑北大五之门 然后直接用小杨哥的配速骑 看看我多久会爆 然后一定要有一台摄影机 直接拍我的脸 录到我嗯 他们爆掉的表情 会有人想看这种影片吗 我还想到一个企划案 我约小杨哥去骑苗栗家里山登山口 小杨哥骑公路车 我骑电斧车 看看最后会路死谁手 不过我有信心 我一定可以靠电斧车 抽爆小杨哥 现在已经骑了18分钟 小杨哥的心跳大概就在160几 功率就是300多瓦一直尻 今天最后的结果是 北大五之门加频上 小杨哥骑了34分39秒 平均功率324瓦 平均心跳156BPM 由小杨哥赤裸裸脱光光的数字来看 心跳不是越高越好 而是要在稳定的心跳下 输出更大的功率数字 北大五之门加频上这段路 其实之前路况不是很好 这两年在屏东县政府努力下 把路铺得很好了 路况好 一定对计时成绩有帮助 有一些人喜欢骑武坛上北大五 可是我比较喜欢骑加频上北大五 因为加频上北大五的路比较大条 比较好骑武坛上北大五 路较小条 有时候对象的汽车会突然出现 比较危险 可是我们很喜欢把汽车停在武坛附近的西方道场 因为西方道场那边空地很大 有厕所 我们今天就是选在西方道场开场 开场的背景 有一台白色特斯拉马特尔山 真的帅气 是我们左手哥的特斯拉 白色特斯拉马特尔山的驾驶座 做了一位很抢系的乡名 简胜俊 我们的阿俊学长 屏东菜鸡小队的重要成员 菜鸡 指水平很差 缺乏经验 技巧不足的人 最初仅限于形容游戏玩家 最常见于电竞界 是从菜鸟一词发展而来 目前已经十分泛用 各个网络社群都会用这个词 形容水平不佳的人 有时候也简称为菜 可是大家别忘了 自行车界现在很流行打针文化 反正不管怎样 就是先把自己说得很弱就是了 就像北部的车队 洛基战队 里面的每个学长都超强 回到简胜俊学长 简胜俊学长的成名代表作 滚动式调整 反正只要菜鸟小队约骑 都会进行滚动式调整 什么是滚动式调整 例如菜鸟小队约骑到鸿门 骑到三德时 简胜俊学长就会说 我们进行滚动式调整 今天骑到三德就好 我们只是在滚动式调整 绝对不是因为很累很喘 脚酸偷懒 有时候菜鸟小队会约骑赛家 骑到长治交流道 天空突然下了一点毛毛雨 奈米雨那种 简胜俊学长也会跳出来 义夫当官万夫莫敌的说 我们进行滚动式调整 今天骑到长治交流道就好 原来滚动式调整 这么好用 简胜俊学长 今天负责最重要的任务 今天全程由简胜俊学长 负责骑摩托车 谢谢简胜俊学长的帮忙 只是我有一点卑微的建议 麻烦简胜俊学长回去 再加强自己骑摩托车的技术 今天简胜俊学长 骑摩托车常常开掉 要骑摩托车跟拍小阳哥 真的没那么简单 才能找到聊得来的办 尤其遇到较平的路段 小阳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还有小阳哥的过弯压车技巧 应该有职业水准了 真的不好跟拍 在我全力输出喇迪赛的同时 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骑过大五音好了 小阳哥只用了21分多 就骑到大五音好了 我状况最好最微的时候 也要骑27分啊 大五音好是一个checkpoint 骑到大五音好大概就知道今天北大五会骑多快了 意思就是如果骑到大五音好没有破pr 那今天的北大五之门应该也无法破pr 如果骑到大五音好有破pr 那今天的北大五之门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破pr 这边有一个岔路口 如果从舞台上会在这边交汇 遇到岔路要记得走左边往上骑那条 从这边开始 有骑过北大五之门的都知道 这边很虐啊 今天的最后一段路了 Strava路段 逍遥山庄横线 北大五排楼 3.56公里 平均坡度6.9% 小杨哥这段骑了11分43秒 平均功率314瓦 我的pr 13分59秒 平均功率259瓦 苏玉文学长的pr 14分06秒 平均功率267瓦 为什么我要把苏玉文学长的pr拿出来讲 因为我只是想要凑时数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要说 我可以骑迎苏玉文学长7秒的意思 这段坡度很平均 可是也比较陡 几乎没有平路了 骑到这边 一直cowlure就对了 骑到这边 眼睛一定会一直悟悟的 不是因为近视 也不是因为老花 更不是因为白内障 只是因为您真的累了 小杨哥说 他有一个想法 大家听看看好吗 如果大家未来想刷Strava登山王 一定要全程自己cow 小杨哥说 自己cow的登山王才存 不行 我坚决反对啦 自己cow真的太难 不管是平路还是爬坡 有人稀趴够贵 差很多 我自己也很喜欢 稀趴别人省力 小杨哥说 他全部的Strava登山王 都是自己cow出来的 我只能说 我们皆凡人 身在人世间 道义放两旁 立志摆中间 我自己cow cow不动啦 不过话虽然这样讲 平常还是要尽量培养自己cow的能力 自己cow的能力变强了 稀趴别人自然就会比较轻松 自己cow的能力到底要怎么练 我自己cow的能力也不是很强 可是这是我的YouTube频道 我也只能在小杨哥面前 搬门弄斧 关公面前耍大刀 献丑一下 找一段坡 Strava Live Segment 虚拟对手开下去 用力cow 想办法去甩开虚拟对手 或追上虚拟对手 虚拟对手 有可能是您之前这段坡的记录 也有可能是您朋友这段坡的记录 更有可能是曲断登山王这段坡的记录 当然 功率计加心跳带也是必需品 可以辅助配数 这种练法其实蛮有用的 我个人就是靠这种练法 稳定的变强壮中 我很少付费买软体 我却心甘情愿每个月付钱给Strava 加入Strava会员 好好利用 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变强壮 这时候小杨哥领先红坤红前辈 约1分30秒附近 快速心算一下 35分22秒减去1分30秒 等于33分52秒 也就是说小杨哥如果持续保持这个优势 是可以骑到33分开头的 不过以结果论而言 是没有骑到33分开头 我现在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不然我们再来听一下小杨哥的喘气声好了 我们听30秒就好 小杨哥的喘气声 再说说我跟小杨哥接下来的计划 过年假期会拍鸿门加德文 然后还有可能会拍小杨哥挑战8848 8848现在台湾最速记录是 RAFA俱乐部 RCC联络官 许瑞恒前辈 在2023年7月25日 花了12小时55分16秒 完成8848官方认证 如果小杨哥想骑8848 那我一定会去炉他 让我拍一下 没办法 刚经营的YouTube频道 需要流量 我没骑过8848 对8848也不熟 可是我第一个直觉是 8848的挑战活动 我只想到一个重点 一定要准备两颗马表 因为根据莫菲定律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 那就一定会出错 意思就是 骑脚踏车有可能遇到马表当机 那就一定会遇到马表当机 8848的挑战活动 完全看马表记录 所以最重要的东西是马表 如果骑到一半 马表当机了 那就真的徒劳无功了 人生本来就很多事 是徒劳无功的 不好意思 本片片长太长 我得用一些之前的梗 来凑时数 我们骑车这天是 星期二上班日 今天整路 我们的左手武士 左哥 开着他的特斯拉马 Dale 3 跟在我们后面侧路 左哥马上把他侧路的影片 传到屏东0530 成练团的LINE群组 然后这些侧路影片 开始在台湾车友圈疯传 台湾车友圈当天就开始在传 哈林小队的普学亮来北大五骑脚踏车 奇怪 小阳哥这个身材跟骑脚踏车速度 怎么看都不像普学亮 八卦消息后来再度更正 是哈林小队的余晨沁啦 余晨沁来骑北大五了 我整路一直跟小阳哥点拨 余晨沁的情非得已 三顶黑狗兄 海啸 小阳哥没有理我 小阳哥身上这件哈林小队的车衣 快没货了 只剩下XS版了 我曾经天真无邪的问小阳哥一个问题 武岭到底要怎么骑近三小时以内 小阳哥建议 每个礼拜至少骑一次武岭 小阳哥说 如果他住在南头的话 一个礼拜会骑两次武岭 而且都要用计时的方式骑 小阳哥说 这是最基本的付出 或许没有回报 或许徒劳无功 但是问心无愧 北大五这门快到了 这边要注意一点 不能太早射 还没看到就不用射 如果还没看到牌楼就想射 我跟您承诺 您绝对爆调 一定没力 看到牌楼了 再开始射 一定来得及 每次骑到这边 都觉得北大五牌楼 麦克乔丹 麦克啦 哥就等啦 别哭啦 还很长啦 怎么都还看不到牌楼 这边还要提醒一件事情 Strava的终点不是射在牌楼 是要牌楼再往后20公尺 真是MDFK 到底是哪一位前辈设的区段啦 把终点设在牌楼不是很好吗 最后这20公尺 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我在这边公开呼吁 以后大家设Strava区段 起点跟终点 差不多就好 不要设太后面 不然会很麻烦 三德那个Strava区段 也是个例子 终点居然设在检查哨那边 每次骑三德 到最后要全力射时 都得射过三德检查哨才算数 你们也都知道 三德检查哨的警察 都很七八五十六 警察以为我要硬闯 当场呵斥我 站住 Colin 谁 好奇问一下 为什么需要三德检查哨 这种麻烦又多余的东西 登进那些事 可以做三个小朋友 小羊哥一直在问 要如何不停三德检查哨 因为Strava有一个区段 从三教宝宫骑到鸿门 小羊哥真的坏坏 又想去刷Strava登山王了 前面这个右转弯直线 就可以看到拱门了 这是什么意思 代表北大五之门快到了 我今天的转播工作 终于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江郎财劲没有梗了 好险今天是转播小羊哥骑北大五 如果是转播苏玉文学长骑北大五 苏玉文学长怎么骑都要骑42分 我一定讲不了这么久啊 好就在快要看到拱门之前 我们把声音交给现场小羊哥的喘气声吧 一转 一转 Strava路段 北大五横線加坪 34分39秒 平均功率324瓦 VAM1248 喂 小人哥 已经骑完了 你要去哪里 你怎么还持续一直骑 再往前是要去 北大五登山口耶 你该不会想继续骑到 北大五登山口吧 惨了 小羊哥抓不住他自己了 我们只好加班跟上 Strava路段 Dawu Archway to Hiking Entrance of Kavulu Gan Mount 7.44公里 平均坡度5.9% 现任Strava登山王 黄玉杰前辈 24分55秒 平均功率236瓦 现任Strava第四名 邱敏杰 26分43秒 平均功率249瓦 现任Strava第七名 苏玉文 Jerry Sue 27分43秒 平均功率243瓦 简胜郡学长 您开掉了耶 赶快追上啊 这边约有2.3公里的平路 甚至有点下坡 简胜郡学长骑摩托车的技术 看起来经不起小羊哥的考验 简胜郡学长一直开掉 我一直叫简胜郡学长赶快咬回去 不然会录不到小羊哥啊 刚才在报数据时 有提到一个数据 VAM 意大利文 Velogia of the Vendermedia 的缩写 翻成英文为 Average Ascent Speed 或 Mean Ascent Velocity 平均爬升速度 VAM就是每小时爬升公尺数 举例 一个坡共爬升300公尺 您花了20分钟骑完这个坡 那换算出来 您骑这个坡的VAM就是900 一个坡2000公尺 花了两小时骑完 VAM就是1000 简单来说 VAM就是鉴定爬坡能力的数值 VAM越大 代表爬坡能力越强 但记得坡要够长 才有参考价值 坡短误差很大 一个小时的长坡 我个人的VAM极限 大概在960附近 一直破不了1000 小羊哥的VAM极限 大概在1150附近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小羊哥的爬坡能力比我强很多 我不能有那种 同时跟小羊哥一起到坡顶 这种大逆不到的念头 其实我们今天本来就打算要骑到 北大五登山口了 只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是将北大五之门 是将北大五之门骑到34分开头 这个目标相当有挑战性 没想到 大家的小羊哥 还是顺利做到了 真的威猛 接下来从北大五之门到北大五登山口这段路 小羊哥顺顺顺顺顺顺 就可以了 北大五登山口连落道路 大约是2023年才把路重新铺过 我也是在2023年年中时 听说路铺好后才来骑 这边很棒 车少空气好 坡度够懂够虐 是练车的好路线 屏东最近很流行四三连骑 就是在一天之内 骑完屏东最有代表性的四座山 北大五 马家 鸿门 德文 先后顺序要怎么骑都可以 自己快乐舒服就好 只是我得跟各位报告 我看事情看得比较远 大家的小阳哥 即将分段拿下这四三的Strava登山王 大家的小阳哥真的坏坏 一天到晚到处去乱刷Strava登山王 不好意思 我真的控制不住小阳哥 要到处去刷Strava登山王的念头 想问天 问大地 问小阳哥 为什么小阳哥这么爱刷Strava登山王 造成别人有很大的阴影面积 晚上做噩梦 小阳哥说 他只是把他当作出门练车的工具跟动力 原来别人的痛苦就是小阳哥的快乐 今天骑完北大午登山口后 我本来的规划是 想说小阳哥应该已经没力了 如果我们还有时间 我就带小阳哥去附近的旧岩山公路 晃一晃好了 我可以整路顶峰垢贵小阳哥 我们聊天慢慢骑 可是小阳哥居然提出一个大逆不道的念头 小阳哥说 想再去刷马家 马家是很多高手骑过的热门路线 而且是今天的第二枪 这样刷得动吗 简胜俊学长听到小阳哥 这个大逆不道的念头 一直念 简胜俊学长说 他如果骑完一趟北大午登山口 就得大修好几天 为什么小阳哥可以连发 恢复能力这么强 附带一提 小阳哥是66年次的 跟左哥同年 今年47岁了 小阳哥指导了我们 年纪不是问题啦 再聊聊8848好了 最近有一项挑战在自行车界风靡着 Everest Challenge 挑战在一次骑程中 完成8848公尺的爬升 8848公尺等于圣母峰的海拔高度 世界各地的挑战者必须选择一段山坡 上下不断来回速趟 直到爬升累积达到8848公尺为止 上传Strava记录到网站 Everesting.cc 经过审核就可以登上名人堂 一定要是那一种 以断坡 上上下下 下下上上 左左右右 ABAB 不断来回才算数 像中双塔 虽然骑完中双塔 海拔爬升的累积有超过8848公尺 可是不能登陆到 Everest Challenge 因为不是 上上下下 下下上上 左左右右 ABAB 我个人是对于这个挑战活动没有兴趣 大家的小杨哥 很有兴趣挑战这个活动 他几个月前就跟我讲说 他想挑战8848了 我在这边拍胸脯 跟各位保证 小杨哥绝对会骑出一个不可思议的成绩 因为小杨哥都是谋定而后动 没有把握不随便出手的 我跟小杨哥第一次的合作是鱼老 也就是鱼老那部旷式剧作的影片 在骑鱼老之前 我一直对小杨哥如小小 问他何时要起鱼老 小杨哥一直回 他还没练好 那我就被动的等小杨哥的消息 在某一周的星期四晚上 小杨哥突然来讯息 小杨哥说 学长 礼拜六你有安排活动吗 附带一提 小杨哥都叫我学长 在单车的辈分关系 我的确是小杨哥的学长 因为当年我开始骑脚踏车的时候 小杨哥还在妈妈给我食元 我回 师傅 晚上好 您周六想尝鱼老吗 小杨哥回 应该吧 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我心想 小杨哥 我亲爱的师傅 您真的 现在是星期四晚上 您跟我约 星期六要拍鱼老 这么工程浩大的事情 又是我们第一次拍摄 这种长坡实镜秀 你只给我这么短的时间准备 而且什么叫做应该吧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应该吧 到底是什么意思啦 而且 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这是在打针吗 没事情 他是大家的小杨哥 也只有他能骑出这种张力 我全力配合小杨哥 我 邱敏杰 鱼老也可以骑57分 到精彩商店 我鱼老骑这么慢 那个画面真的不能看 不然我也很想自己骑自己拍自己帅 可是没人要看啊 我忍耐 我太委屈 我ASAP 赶快弄 赶快联络我的首席顶级摄影助理 成为医学长 我们两个就开始东搞西搞 才完成鱼老的拍摄准备 结果 大家的小杨哥 也没让大家失望 起初 57分28秒 这种不可思议的成绩 所以我大概摸清楚小杨哥的个性了 只要他敢做 代表他一定非常有把握 这次拍摄北大舞 已经有了先前鱼老的经验 就比较顺一点了 拍摄这种爬坡实境秀 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就是不能NG 总不可能骑到一半 跟小杨哥说 小杨哥 不好意思 对不起 すいません 没有按照录影键 麻烦您再骑一次好吗 小杨哥一定马上回 バカロ 不能NG 如同我们的人生 非常刺激 好玩 骑到这边 路程大概还剩下10分钟 今天的最后一段路了 Strava路段 北大五三新登山口联络道路 Full Climb 距离2.01公里 平均坡度10.6% 现任Strava登山网 黄玉杰前辈 10分07秒 平均功率241瓦 VAM1269.2 于2023年4月29日创下 现任Strava排名第五名 邱敏捷乡名 11分04秒 平均功率257瓦 VAM1160.2 于2023年4月29日创下 现任Strava排名第11名 苏玉文乡名Jerry Su 11分41秒 平均功率253瓦 VAM1099.0 于2023年7月9日创下 这段坡是整段路最陡的部分 撑过这段 就可以抵达今天的终点 北大五登山口了 跟大家说一个秘密 简胜郡学长 在这边当过步兵 这边说的步兵 是指牵车的意思 不是在讲那种 有马还是无马的那种步兵 附带一提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只看步兵的骗子 非步兵的骗子 都是悟悟的 根本不能看啊 简胜郡学长说 当时他骑到这里的时候 眼睛突然悟悟的 不是因为近视 也不是因为老花 更不是因为白内障 是因为脚真的酸到受不了 踩不动了 简胜郡学长只能赶快滚动式调整 下马前车 简胜郡学长说 希望借由这段影片 可以把他的人生理念 滚动式调整 宣传出去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 练车时 尽量不要滚动式调整 决定骑哪里 就一定要骑完 除非遇到山崩地裂 狂风 暴雨 土石流 会威胁到我们生命安全的状况 那我们再来滚动式调整 如果没有遇到山崩地裂 狂风 暴雨 土石流 那就要尽量地去完成 今天预定的训练路线 如果平常有做好扎实的训练 比赛时的关键时刻 就会有好的表现 头脑有想法 身体有办法 如果平常没有做好扎实的训练 比赛时的关键时刻 就会头脑有想法 身体没办法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One minute on stage Ten years of hard work off stage 我们现在看到小杨哥 北大五之门家屏上 骑出三十四分三十九秒 这种如艺术品般国宝级的 骑车张力 小杨哥背后的付出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小杨哥说 平常只要他出门练车 就是一直尝 赶快尝一尝 把自己尝到爆 然后就回家了 几乎都是一腔到底的训练 没有再停下来休息的 除非要补水 所以小杨哥平常骑车时 没什么机会走路 小杨哥说他卡鞋的扣片 都很久才需要换一次 简胜俊学长 您常常牵车 您卡鞋的扣片 是不是要常常更换 不过我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个 牵车的小撇步 如果您在爬坡时 逼不得已 得要下马牵车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假装机械故障 假装绕刃 或是假装爆胎 或是假装再接一通很重要的电话 当别人刷过您的时候 您得大声的跟他说 我是因为绕刃才得牵车的 绝对不是因为骑不动 拜托您不要误会啊 这样可以保住我们的面子 这边真的超级陡 最陡的地方有超过20% 此时我隐约感觉到 简胜俊学长的摩托车 快要骑不动了 我很担心简胜俊学长的摩托车 坏在这边抛锚 变成小羊哥的作品 简胜俊学长的摩托车 是一般125cc的摩托车 双载爬陡坡 很吃力 我们刚刚通过了北大五爱树园 过了这颗石头就没有几斗坡了 就是一路缓坡到终点 路程的最后 我们来讲讲北大五山的爬山路线吧 北大五山为中央山脉南端 最后一座海拔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名列台湾五月之一 当地排湾族视为圣山 称之为 Merry-Merry-Gun 亦为 梦幻之美 拥有全台面积最大的原始林 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北大五山拥有丰富的历史遗迹与自然生态 在此能见到千年红快与云海大景 单工难度高 建议抽签快谷山庄 需申请入山镇 从北大五山新登山口至北大五山 全长约11.8公里 部分路段较陡 高低落差大 也有攀绳地形 若想选择一日单工 难度较高 建议可安排二日行程 若想悠闲登山 则可安排三日行程 但要能连续两天中签 快谷山庄山屋 或营地才行 我没有登山过北大五山 听起来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莫拉克风灾后 眼睛突然雾雾的 不是因为近视 也不是因为老花 更不是因为白内脏 是因为真的很累啊 上上下下 左右左右 BABABA start 昏斗螺 日版名昏斗螺 英文版名 Contra 是由日本科勒美公司制作 以跑动枪弹为主的轻版射击游戏系列 系列最早于1987年 在投币师大型电玩上发行 魂斗螺游戏主要是卷轴类射击游戏 玩家控制着装备有武器的突击员 来对抗外星生物及未来生物的威胁 出版魂斗螺及早期的续作 《超级魂斗螺》和《魂斗螺军神》的时间 设定于27世纪系列中的主要能量块 是标有字母的表示 它能够代替玩家预设的武器 是新的一款 不好意思 再次洗稿 讲了这么多 我只是想说 魂斗螺有我小时候的回忆啊 那时候都要跟弟弟分着玩 游戏中的人物死掉 就要换弟弟玩 所以玩的时候都会很紧张 尽量不要让游戏中的人物死掉 小杨哥 我有一个卑微的建议 您听看看好吗 下次我们不要再骑这么乔丹的路线 不然我会有江郎财净的风险 整路旁白配下来 我发觉我才是迈克乔丹 迈考啦 过去等啦 别哭啦 还很长啊 现在看到 路边停有很多汽车 这些汽车应该都是要去爬北大五山登山客的汽车 今天是平常星期二的上班日 汽车也不少 如果是遇到天气好的假日 这边的停车位 保证一位难求 好险我们是骑脚踏车跟摩托车上来 没有停车位不够的问题 看到画面右边的棚子 就代表快要到了 到底是哪一位歪果人 把终点设在这么后面啦 赛程的最后了 让我们再来听看看 大家的小羊哥 的喘气声吧 还有吗 Zdrava路段 嘉平到北大五登山口 19.9公里 平均坡度5.6% Zdrava新任登山王 燕赤霞 57分54秒 平均功率304瓦 平均速度20.6km per hour 在这边 我要代替全台湾的车友说句话 小羊哥 我要说声谢谢你 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 您骑车的英姿 将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 陪伴着我们 度过无数空虚又寂寞的 踩训炼台的时光 影片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